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贤 欢迎来到酒后商谈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课题是关于到阿兹米 自从他输掉去年全国大选 公罚国会选区过后 他似乎就减少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次数 甚至他还放话说 将会暂时隐退政坛一段时间 受访的时候问他会不会上雪州州选 他还不答 他说不确定不确定 我们看一看中央领导怎么样子决定 不确定到底会不会上证雪州州会议席 当然这目前看起来只是虚荒一招 纯粹是要试探口风 因为今天阿兹米突然现身雪州州议会 并且一致在争取发言的机会 首先是说提议让反对党的领袖 从本来的巫统议员换给伊斯兰党议员来当 他是说那既然现在巫统已经加入了团结政府 那未来的州选也会和团结政府和西蒙共进退 那要继续担任反对党的领袖似乎不太适合 就建议由伊斯兰党的议员来出任 之后还在口头环节当中 第一个站起来说我要提问 可能有人会问 有这种什么好奇的 一个州议员去出席州议会 然后做提问 不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吗 而且很应该吗 的确这是一般上一般的州议员会做的事情 可是要知道阿兹敏在这五年来 自从2018年当上了部长过后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把任何心思放在州议会上面 常常就是缺席啊不参与辩论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 去年在辩论雪州财政预算案 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雪州议长黄瑞玲还公开点名批评阿兹敏 说他连续缺席议会非常多天 另外一个被逼平的 就是刚刚被辞夺掉州议员的资格的 那个Badangali Bajuan的州议员 当阿兹敏的名字 需要和Bajuan那个不出席州议会的议员 一起被相提并论 你就知道阿兹敏在雪州议会的表现有多糟糕 而且四五年下来哦 他完全就没有做过提问 也没有参与不够辩论 你可以想象嘛 一个州议员本来就是我们投他 就是希望他把一些名声课题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败到去州议会里面去发声 同时又帮助我们监督政府 确保施政是良好的 可是阿兹敏 任何一个任务都没有做 这不是做得好不好的问题的 是他连做都没有做 就好像一个中学生啊 中学生他读五年 从FORM1到FORM5读五年 他完全没有教过任何功课 直到今天他懂了 学校要开除人了哦 六七月就有一次开除哦 如果做不好的话 可能未来就连州议员都没有得当了哦 那老师今天开放提问 他第一个就举手 哦我要提问我要提问 但我相信了 他这样子的临时抱佛脚 可能会骗到土团党的一些党内人士 而是对于他的选区 国际山庄的选民来讲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你要知道国际山庄选区是在哪里 这个州议会的选区 其实是在安邦国会选区里面 也就是2022年大选当中 西蒙是以过半的票数2万多张的多数票 赢下那个选区的 他战胜的是谁 国盟 国阵 还有包括阿兹明的好朋友 青蛙祖莱达 所以如果他要赢下这个国际山庄 这个首选区的话 可以讲是困难重重了 如果阿兹明真的待在国际山庄 很可能会面对在 攻爆一样的问题 就是选民可能会觉得他背叛 所以不愿意把票投给他 而是会支持西蒙的州议员候选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之后慕尤丁会把 这个阿兹明调到其他选区 比较安全的选区 确保他已经下这个州选 然后之后还可能 可以做到这个州务大臣的词位 所以简单来讲 我觉得现在阿兹明会在议会上面 发言频频 纯粹就是一种临时爆佛脚的体现 我觉得影响并不会特别的大 但无论如何 西蒙面对这一次国盟的来袭凶凶 还是必须要严正以待的 尤其是要和选民交代清楚 不管是西蒙还是国阵 都要跟选民交代清楚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合作 而不是各打三角战 确保他们基本盘不会被流失 1加1必须要等于2 而不是少于1 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次 州选当中必要要做的事情 而未来有什么动静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分析的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